再看到寿丰乡风里村陈信一户人家 因为无法领有低收入户的补助 一家三口生活无法自理 生活陷入困境 为此寿丰乡长曾淑义联系了善心行善团来协助 共募集了8万元前往陈信家中捐款 而社会的陈家人感谢乡长 还有社会大众的爱心 风里村陈信一户人家父亲长期握病在床 长子长女都因中风行动不便 一家三口全领有重账手册 但也因为有公募祭祀用地 导致了无法领有低收入户补助 家中没有收入支应生活开支 为此苏丰乡长曾淑义联系善心行善团 而团员们联系乐捐共募集了8万元 而乡长曾淑义以及风里村长钟耀宇等人的见证下 前往陈信家中捐款 这因为智慧没在 我把阿伯的专业来智慧 把你的家庭装好 善心行善团成员大家都因为爱心与慈善在群組相聚 曾淑义感谢创会会长黄群慎的号召 大家默默捐助贫病弱势 相信风里村成姓三口重障家庭 会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记者社风箱综合报道